來 信賴曲線 來 這個我們把它定義清楚 來 我等你喔 慢慢削 這個東西有點難 好 慢慢來 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要估計那個母體參數P 這個東西是誰 再回答我一次 同學 這個P有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只有誰知道 對 只有上帝知道 我跟你講 就是這麼一回事 人家問你說P叫做母體參數 沒有人知道母體參數是誰 只有上帝知道 對不對 Only God knows 對不對 只有上帝知道 我們凡人只能去算這個Phead 這個Phead就是你抽樣 對不對 你的樣本支持率 成功比例 這個Phead會變 結果你發現 從數學理論上來看 你發現 喔 這個上帝才製造的東西 會被夾在這兩個東西之間 而且落在這個範圍裡面的機率 這個區間包含這個P的機率是多少 是0.95 所以我們數學上就把這個區間 稱為這個母體參數P的一個 95%的信賴區間 這樣聽 有聽到嗎 這個0.95 目前它扮演的角色 是一個機率的角色 這個母體參數P落在這個區間裡面的機率 叫做0.95 這樣好不好 然後這個東西 我要再跟同學講清楚 同學 這個Phead 叫做什麼 來 這個Phead 我們認為叫做估計值 來 我這樣講喔 這個Phead 我們稱為叫估計值 點估計值 來 然後我告訴你喔 加2倍的標準差 減2倍的標準差 這個2倍的標準差 而且你告訴我這個叫什麼 你知道 這叫誤差 這叫誤差 誤差英文叫做error 這樣可以嗎 來 把它講清楚喔 這個Phead 叫做點估計值 成功比率 每一次都會變 每一次都會變 因為我每一次抽樣 支持者的人數可能都不一樣 這個Phead會變 那這個2倍的標準差 我們稱為叫做誤差 點估計值 加誤差 點估計值 減誤差 就會得到一個區間 這個東西叫做區間估計 用一個區間來估計這個參數P 所可能的一個範圍 這個這樣講 有聽懂嗎 懂不懂我在講什麼 我已經盡量講得很簡單喔 我都避開一些很數學的講法 跟同學閒聊一下 你們知道昨天發生一件重要的事情嗎 What's going 你們不知道 你們知道昨天發生什麼重要的事情嗎 烤肉 是不是烤肉 烤肉有很重要嗎 那有清洗年問題嗎 不是 欸 台灣有兩間大學要合併 而且是很有名的大學 如果是那種阿貓阿國大學合併 誰撿他啊 對不對 兩間啊 哪兩間你知道嗎 對啊 陽明大學阿 跟什麼大學 跟交通大學阿 欸 這兩個都是一等一的學校耶 他們確定要併校了你知道嗎 欸 確定二合一耶 這兩間學校要合併變成一間學校 這個合併之後跟台大有個拚喔 搞不好那個師傑排名會超過台大 我跟你講 陽明跟交大兩個合併之後 這不得了喔 這搞不好跟台大這個併家齊取 搞不好比台大還強 欸 不過我昨天就在想一件事情阿 那 合併之後要叫什麼名字 欸 叫做 陽交大學 陽通大學 明交大學 明通大學 明通 你聽懂嗎 他們叫什麼叫 我就是明交 蛤 明交 明交好奇怪阿 還是交陽 交明 通陽 通明 我不知道喔 大家叫什麼交明 新的大學還叫什麼名字 你已經叫到什麼 對啊 好奇怪喔 陽明跟交大合併然後叫什麼名字 陽明叫什麼 我不知道 不知道會叫什麼名字 陽交大合併 欸 這主校都很厲害捏 這個是一等一的學校耶 欸 你知道陽明最有名的是什麼 他們就是醫學系很有名阿 就醫科方面的嘛 生物科技方面非常有名阿 啊 交大就是電資嘛 對不對 就理工 二合一 喔 那不得了 真的很有拚齁 好啦 來 那接下來我們來談一個東西喔 來 旁邊寫一個key 寫在你的課本上 我們現在喔 我跟你講喔 我們現在把這個信賴區間把它寫出來 這個信賴區間它現在會長這樣喔 它叫做p hat 減掉兩倍的標準差 欸 同學你告訴我 那個標準差長什麼樣子 標準差長的那樣阿 叫做n分之什麼 n分之p在乘上的什麼 p-p阿 欸 對吧 對吧 這我們的上次有推過嘛 叫variance嘛 然後再開根畫邊標準差對不對 這我們上次推過我就不推啦 然後這個叫做p hat 加上兩倍的什麼 標準差 那標準差就寫中去囉 叫做n分之p 再乘上p-p 這樣可以嗎 對吧 我們把剛才這個 95%的信賴區間把它寫出來 那就長虧了 你先寫喔 然後等一下有個重要的問題要問你 因為當這個n很大的時候 同學我跟你講它會變成常態分布 這是數學上一個太重要太重要的理論 這樣可以嗎 當n很大的時候 那當然你說老師多大才算是大 這個不是高中生要研究的範圍 中間極限定理只跟你說 當n大的時候它這邊會趨近於常態分布 他就跟你講這是一件很厲害的事情 這樣好不好 所以從這個東西我們才可以慢慢的推 就推出這個叫95%的信賴區間 結果發現它會長這個樣子 那長這個樣子同學你心裡面有沒有什麼感覺 我們今天不是要去算那個p所在的範圍嗎 可是那個p所在的那個95%的信賴區間 你有沒有發現這些事情裡面會用到誰 他這個95%的信賴區間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區間裡面就有p 所以這邊出現了一個 讓人感到非常莫名其妙的情況 那個情況叫什麼 你用一個未知的東西來估計 未知的東西 對不對 我問你p誰知道 上帝才知道啊 上帝才知道你知道啊 你不知道啊 那你考試怎麼把這個信賴區間寫出來 你聽到嗎 對啊p只有上帝知道啊 結果他現在跟你說 你的95%信賴區又長這樣 問題是p沒有人知道 p只有誰知道 p只有上帝才知道 你現在等於是用一個未知的東西 來估計未知的東西 這樣聽到嗎 可是你說老師那怎麼辦 那這個地方我們就卡住了嗎 欸我跟你講不是喔 雖然p你不知道是誰 但是同學我跟你講 在大樣本的情況底下 你的p hat跟p會怎麼樣 這個我們講過叫什麼法則 大數法則啊 在大樣本的情況底下 這個p hat跟p的誤差會逐漸的怎麼樣 縮小 所以我們後來就提出一個替代的方案 什麼叫t代的方案 我們乾脆就用p hat來取代p 你聽懂嗎 在大樣本的情況底下 p hat跟p其實是差不多的 這樣可以嗎 我不知道p是誰喔 p只有上帝才知道 但是我知道當n很大的時候 p hat跟p其實是差不多的 這樣好不好 在大樣本下 所以我寫一下好了 來我把它寫上去喔 欸這樣子齁 在大樣本下 欸這樣我聽懂嗎 這其實不太好教喔 但是我再慢慢講 希望你聽懂 在大樣本下 OK 我們現在就用什麼 就用p hat來取代p的角色 欸同學這個叫什麼想法 這叫大術法則嗎 對不對 這是不是叫大術法則 可以喔 好 然後這裡喔 我跟你講喔 你開始也有一點概念喔 所以你知道會有什麼樣的概念嗎 同學請問你這個n稱為叫什麼東西 唉唷 來慢慢來慢慢講 來我要問那個 欸如果有這個班上有問題的話 問誰通常可以得到答案 問莊成翔對不對 哈哈哈哈哈哈 我問莊成翔一件事情 欸要問你n是什麼就好 n是什麼 n是三小 你會不會看到後來就看到說 喔老師你黑板就寫一堆符號對不對 欸我不會問你p hat叫什麼 成功比率嘛 樣本支持率嘛 啊p hat跟你隨著你每次抽樣都會不一樣對不對 那我問你那這個n是什麼 總統你講我不理我 這個n叫樣本數啊 就是你抽幾個嘛 樣本數對不對 好 那現在同學你看我這邊喔 同學我問你 這個樣本數如果越大 你猜這個區間會發生什麼事情 欸同學我問你 樣本數越大 這個分母就越大 這個分母越大 這個區間就越長還是越短 越短 那就代表一件事情 這個東西很直觀喔 在同樣的信心水準之下 樣本數如果變大的話 你的區間就怎麼樣 就變短 代表你的估計就越怎麼樣 越精確嘛 因為你的信心保值不變 但是你對這個區間 對不對 因為你的信心是一樣的 但是你這個區間越短 是不是代表你的估計就越好 來我們寫一下喔 樣本數越大 好 樣本數越多 慢慢講喔 你慢慢的去體會喔 樣本數越多 樣本數越多 你的區間就怎麼樣 你的區間就越短 好 那區間越短的話 你的推論就怎麼樣 你的推論就越精確 對嗎 知道我講這句話嗎 這也公分小嗎 OK 然後接下來我要談一個重要的東西喔 接下來仔細聽 來 旁邊寫一個key喔 欸 仔細聽喔 抽樣寫 來 跟抽樣後 欸 把這個key寫上去喔 朋友跟你講喔 在抽樣前喔 剛才那個這個區間 它是一個什麼區間 你知道嗎 它是一個隨機的區間 欸 快點快點喔 這是個隨機的區間 那我跟你講喔 這個0.95是什麼概念 這個0.95是機率的概念喔 欸 這樣可以嗎 這個等一下我會解釋 那你慢慢的選喔 然後我跟你講 如果是抽樣後 你看到這個區間的話 這個區間它就不是隨機的區間 它就變成一個什麼區間 它就變成是一個固定的區間 那既然是一個固定的區間 那我跟你講喔 這個0.95就不是機率喔 這個0.95稱為叫什麼 叫做信心 好 來 你把它寫上去 抽樣前的不確定喔 我跟你講喔 抽樣前的不確定 叫做機率 抽樣後的不確定 我們稱為叫信心 高中生就要把信心跟機率之間的差異 把它搞清楚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我等一下會跟你講一下喔 我到底在講什麼 來 你先寫 這一個很重要 這一個很重要 我們姑且不論什麼考試會不會考 但是這個概念實在太重要了 我覺得我們班應該上大學以後 這個班應該有九成的同學 都會再遇到同樣的問題 好 請記得你高中老師上課有教過 這樣好不好 我跟你講遇不到的除非你念文學院 你念歷史系你就遇不到 中文系就遇不到 法律系還要看組 你念法學組跟司法組遇不到 如果你念財經法組還是會遇到 好不好 如果念商 管 理工 全部都會遇到 這樣好不好 記得高中老師有大概跟你講過 這是什麼概念啊 這個概念就是說 同學你看喔 這個區間喔 它包含真正母體參數 同學它的機率是多少 0.95 它是個隨機區間 可是當你抽樣之後 同學它變成一個固定區間喔 你說老師你在講什麼 我有點不太懂 同學我跟你講喔 來 這個P啊 這個P 我問你 你不知道它是誰 只有誰知道 上帝知道 你不知道它在哪裡 但是它卻只是存在 在樹線上的某個位置對不對 你今天找了一個區間 來 這個區間 我問你 這是一個固定的區間 我已經抽樣完了 這個區間我已經算出來了 請問你 這個區間到底有沒有包含真正的母體參數P 它的機率你覺得